到元明清时期都有纸币存在 所以当时造假都称集团规模 但是这三朝对这个造假 那绝对是言行俱法 等到了民国时候呢 1935年呢 这个国民政府呢 统一了货币 都采用法币 停止了白银的流通 所以实行了500多年的这个银本位制度 到这个民国时候就终结了 这1935年 后来到1937年呢 中日全面开战 这个日本人就琢磨了造假 造这假法币 为啥呢 这时候造假已经不是说是犯罪的事 而变成了国家对国家的掠夺 所以日本人当时很坏 在这个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呢 总共造了40亿假的法币 用这法币呢 换这个铜元的银元 然后在这个国统区域 还沦陷区域 大量的采购物资 造成你这地方通货膨胀 这时候国民政府不甘示弱 采取什么方式呢 和这个英美的造备公司合作 造假的日元 造假的违币 然后到沦陷区那边呢 也制造你的通货膨胀 所以双方在金融领域之内 这场战争基本就打了个平 可是打平是打平 这只是双方 战争力量对比上 你打平了 遭殃的是中国的老百姓 这么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这法币通货膨胀的势头 不可避免了 后来又金元券代替法币 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秩序 几乎就快崩溃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造假币进入到金融领域 这个冲击力是太大了 它容易把你原有的金融秩序 一下子就冲乱七八糟 所以这种事情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容忍 所以你从中国古代开始 对于造假币的行为 比方说私住通贤 在两汉时期 私住通贤就是砍头的罪过 到元代 这个刑罚加重了 就别说你是自己造假 就是我 查到你三次使这假钱 就可能我不知道呢 拿着不知道假钱 但是连续你使了三次 直接就给你冲军发配到新疆的 到清代时候造假 甚至呢 朱连 你知道的人 只要你知道这事知情不举 一样砍头 有的是绞刑 最重的是寡了 那等到这个现代社会 我们看一下西方的法律 中国的法律 对这个造假钱 确确实实处罚 是相对比较重的